今日,我们拍到邓轮参加活动结束后出门 只见门口大批粉丝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见他一出来就纷纷举起了手机 看现场那是人山人海 要不是眼尖都差点看不到邓轮了 为了顺利通过 四五个保镖围在邓轮身边帮忙开路 看保镖大哥皱着眉头 看样子这件事还真是难办呀 而身穿棕色外套的邓轮 大概是不想再引起骚动 全程保持沉默 不过粉丝们依然热情不解 不停大声喊着邓轮的名字 眼看着人越来越多 部分粉丝也开始提醒不要紧 奈何小部分理智的发声并没有被理会 大家依然是想要更加靠近邓轮 幸好坐驾并没有停得太远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移动 邓轮终于顺利上车 而粉丝们还围在车子附近 久久不愿离开 前段时间邓轮因频繁上综艺被某些粉丝质疑 看来这点小风波并没有影响他的人气 不过大家追星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